本台消息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对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委员副主席蔡厄生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蔡厄生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 政治上彻底蜕变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滥用金融监管权 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严重污染金融领域政治生态 对抗组织审查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奢靡腐化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旅游和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安排 多次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组织观念淡漠 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寡连闲耻 大搞全色潜色交易 不正确履行职责 违规干预和插手 行政许可事项 目无法纪 退而不休 顶峰作案 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 为他人在融资贷款 项目承拦 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财额升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并涉嫌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 滥用职权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 不收手 不知止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猜货生 开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 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其 违计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一并移送